大一歌朱之文 很多观众朋友都很喜欢 朴实的形象 动听的歌声 在大家的心目当中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不过近期有关他的一件事 却让不少网友颇有微词 朱之文是山东省何泽市 善县猪楼村人 1969年生 农民歌手 因为在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 我是大明星选秀栏目中 穿穿军大衣演唱 滚滚长江东市水 如同杨洪基原因重泻 细经四座 蔡家央视星光大道 慢慢走红后 朱之文备受观众的喜爱 4月29号 大一歌朱之文 让山东景草更平行 受邀来到维方市金宝乐园演出 当天朱之文穿一身黑色西装亮相 引来大批粉丝围观 落座后 身后更有三名戴着墨镜的工作人员护驾 排场时空靠大 在当天的演出过程中 甚至有女粉丝爬上树 指引一堵大一歌的风采 回乡演出竟动用三保镖护驾 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 甚至还写下打游诗调侃 大一歌手朱之文 原本朴素一言闷 如今出名 斗精神 如此排场 要做事 奉却能够出声众 保持本色 莫忘本 有网友略带惋惜地写下微博 一株生长在旷野的野菊花 在适宜它生长的土壤里 格外茁壮 发出诱人的带有野味的芬芳 但你偏要移植在庭院里 慢慢的 慢慢的 它的野味没有了 慢慢的 它枯萎了